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是industry 一个是生产 production 那这几个字眼到底跟食物我们现在的食物是有密切的关系存在了 所以今天来讲第一章我们就来谈所谓的生产系统 production system 那production system所引申出来的所谓的planning control problems issues 那怎么样的去处理 好 所以第一章我就把它定位成就是让各位先了解 什么叫做生产系统 什么叫做planning control计划管制 这下面两个产品各位都很熟悉 OK 绿茶 各位想一下这个产品是多少家公司做的 不是只有一家公司 这个各位都知道 这叫什么 iPhone 对不对 iPhone也不是一家 各位都知道它是最后是品牌 品牌 你们拿到最后的话是品牌公司所产生的产品 所以来讲有几个问题必须要去回答 第一个问题 你所了解的这个产品是如何从原料采购 生产 采购 生产 乃至于配销 然后交到零售的通路 你们所有购买这些东西都在零售市场上买 就算iPhone手机你不可能跑到Apple总公司去买 Apple总公司没有这个东西 你们现在吃的这个东西来讲喝的这个东西 全部都在7-11等这些所谓的零售店去买到 你不可能跑到工厂去买这个东西 所以这里头就是如何从原料 原料 这个原料是什么 想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开始思考 然后来讲手机原料 那更复杂 那个是上千种上万种原料组成的 如何从采购 生产 然后成品之后来讲的话 如何海运 空运 陆运 送到你指定的你知道的零售点上面去采购 好 这个怎么做了 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了 再来 每一款产品是有多少家 这个整个过程中是一个接力赛 这个接力赛来讲的话 我们待会会来谈就是所谓供应链 供应链 supply chain 整个供应链的一个结构 它是一个很多家企业共同协同合作出来了 并不是单一公司 你们单一公司所认识都只是最后的那一家 或者原始的原始的品牌设计厂商而已 OK 然后再来每一家制造厂商 来讲每一家制造厂商 或者供应商 组装厂 从进料到出货的流程怎么管你 这个流程来讲牵涉到它的成本 牵涉到它的品质 牵涉到它的交期都很重要 成本也要低 那这个品质也要好 你们想一想这个东西叫出来的时候 任何有一个残渣来讲的话 都是品质的问题 OK 还有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上市的能力快不快 像iPhone等着手吸的话 上市的能力来讲的话 就必须要相当快 因为顾客不能等 甚至于竞争者的话 也会追上来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所有的生产厂商的一个痛 就必须要去解决 就是它的成本 它的品质 它的交期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来跟各位介绍 然后再来来讲的话 那怎么样 你假如身为这家公司的主管 不管是从小主管 从科长开始干期 到工厂的厂长 高阶主管 你怎么去管 我想在座各位之中 我可以预期三年五年十年之后 一定会出现很多高阶主管 甚至于厂长 那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去管 管的话不是只是管料而已 还要管轮 还要管很多设备产能 那这些东西你怎么去管 所以我想这些东西都牵涉到一些 所谓的生产管理里头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些基础 OK 这个想一下 所以这门课 我们在第一章 要你去认识几个名词 第一个来讲 What is production industry? 我这边来讲的话 会有中英夹杂在这上面 那因为也要方便 我们这个 不只是为外国同学 主要是为我们本国同学 因为你的英文能力来讲的话 有一些英文术语 必须要从这个时候开始 这个一起了解 而不是只是了解中文 Production industry 那第二个来讲 当然从Production industry 如何去了解Production system 那他们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再来 Production system组成之后来讲 你怎么去管 那里头来讲 就牵涉到一个 Planning control的议题 那同样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计划管制 那我相信各位同学 尤其是工业工程系的同学 你们在其他的课来讲 应该有些老师 已经跟你讲过了 几个字眼 叫做P,D,C,A 听过没有 Planning Plan Do Check Action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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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Plan Do Check Action 这个事情来讲不是只有我们在讲深管 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那我相信各位你的身边的任何事情 都需要先从计划开始 计划完了你就去度它 度完之后来讲你当然就要检讨啊 改进啊 Check啊 Check啊 然后最后来讲你必须要提出改进的Action 这个Action完了这个改进的Action又在回馈到所谓的Plan 所以我们来讲 所以我们来讲常常讲P,D,C,A 这个P,D,C,A里头就隐含了一种概念叫做Planning Control 所以所有的生产系统都必须要有计划的开始执行 然后管制最后再回归到计划来的P,D,C,A的观念 那这个观念我想不是只有在工厂 在你自己的工作身上都是需要这个精神的 好那有了这个 这个我们就要解释 那PP就是Planning Control PPC的内涵是什么 然后再来最后来讲的话 PPC来讲的话并不是一体试用的 换句话讲它不是只有一个统一的做法 每一家公司就如同每一个人的P,D,C,A的做法 都不太一样 你怎么计划换成另外一个同学 他就不同的计划 你怎么样Action 别人的同学不见得跟你一样Action 所以你的Do 怎么Do 别人也不见得同样的Do 所以你的P,D,C,A只是个概念而已 那你的P,D,C,A跟别人的P,D,C,A是不一样 同样一家工厂的PPC 跟另外一家工厂的P,D,C,A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必须要知道 那为什么PPC会不一样 那什么东西会影响到PPC的这个做法上 好,这就是这门课 我们等一下要教了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Learning Objective 希望你能够透过这几堂课去了解 好,所以第一个 我们来谈一下所谓的Production Industry这个字眼 这几个字眼来讲 涵盖了,刚刚跟各位谈过了 就是各位是身为IE的同学 那常常在问就是IE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其实我是觉得很简单 先回归到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本质 叫做Industry Industry上面去 因为你是Industry Engineering 那你必须要谈什么叫Industry Industry翻成中文叫工业、产业都一样 反正英文就是只有一个字 Production、生产看起来很容易懂 可是生产上面来讲的话 又有很多观念上必须要澄清了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把Production跟所谓的Manufacturing 做个区隔 那简单来讲 Production的范围比Manufacturing还广大 Production来讲涵盖了有型跟无型的产品 那但是Manufacturing特别指的是 有型的产品 那所以这个时候Production来讲的话 基本上当然就是所谓的一个I or the Transformation Input、Output转换过程 也就是说Input包含也投入了 不管是物料、人工、机器来讲 经过某一种转换 某一种转换成所谓的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 好所以这个是Production来讲的话 就包含了刚刚讲的 有型的产品跟无型的服务 但是Manufacturing不太一样 Manufacturing是比较特别 Manufacturing专门来谈的是一种所谓的物理性质 跟化学性质的变更、转换 所以我们的物理系、化学系、材料系 其实他们学了相当多的这个所谓的物化性质的变化 不管从石油的材料怎么样提炼成 各位身上的这个衣服的丝 丝再怎么样转成到布料 再变成到各位的这个身上手穿的任何一件衣服 那有很多东西都是从石油提炼出来的 好那这个东西都是一个转换的过程 这个转换是一个一连串的转换 那这个转换的过程中 可能会破坏掉它原来的物质的特性 好不好 那这些东西来讲 我想我们就留待让这个学物理、化学 甚至于其他工程的同学来讲 他们一辈子在追寻的这个技术目标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把它从投入 如何把它收集它的技术、原料 然后经过一个生产系统 去把它转换成有价值 对人类有价值 对人类有意义的东西 好这个就是一个转换过程 好这就是刚刚简单介绍一下 production跟manufacturing的差别 那论识完了之后来讲 当然我们就来谈 回来再来谈另外一个字眼 叫做industry industry的形式有相当多种 那简单来讲大概分成这三种 那一种叫primary industry 一种叫secondary industry 那么第三种叫做tertiary industry 简单来讲各位都知道 其实第二种第三种是各位生活里头 常常在谈到的制造业 跟所谓的服务业很容易懂 但是比较不熟悉的话是一级产业 那么这一级产业的话 基本上就像龙、鱼、木跟这些木业 那所谓的agriculture 农业 forester还有森林、龙、鱼、木业 还有矿业乃至于CU产业 这就是所谓一级产业很简单 就是从自然界把它提取东西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农、鱼、鱼、木 是最基本的一个产业 那也是任何一个工业 一开始的时候先会做的 所以台湾百年以前来讲 在龙、鱼、鱼、木来讲的话 这发展的相当的快速 在日本时代来讲的话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期 当然日本人各位都知道 他很喜欢这个木头 那这些块木来讲来台湾开采 所以他们冲给台湾 当然也在这个掠夺了相当多的这个林木 当然这些林木场到现在为止 都已经被保护起来了 等等的这一些 那各位现在所看到的 都是所谓secondary industry 那什么叫secondary industry呢 那secondary industry来讲的话 当然左边英文 各位可以慢慢去细看 右边中文 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的产业的形态 各位所熟悉的半导体业 电子资讯业 电机业、机械业等等了 那么另外一种话服务业 服务业来讲的话 其实各位也很熟悉 从银行 我特别把它标示出来 是各位比较能够 这是一个大类 叫做银行金融保险业 不动产业 零售批发业 当然还有其中来讲的话 旅游业、通讯业 那其实相当的多 好这个是大分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大分类完了之后 对我们台湾你有什么认识呢 好回来看一下 这是课本上没有的 不过我找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到2014年为止 台湾的各产业的产值 那各位从这个图上面 可以详细的看得到 红色的部分是属于什么 其他 好那你制造业在哪里 各位看一下 有一个数字 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 叫做龙林银木 这龙林银木占多少 你看好小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产业 在台湾的产值来讲 非常的小 那么制造业 假如说把制造业涵盖 其他工业产值加起来 是已经大概占到了三分之一 那这个图看不太清楚 那各位看下一页 给各位再看清楚 它的变化 从2007年到2014年 它的变化 制造业来讲的话 从26%增长到31% 可是制造业来讲 应该广义的制造业 其实还涵盖了龙林银木 这是实际上 龙林银木业来讲的话 并不高 但是各位看得到 服务业的话是相当的高 服务业来说 连其他的服务业 也加动起来 已经超过了一半以上 好这个就是各位 现在从我们台湾的 从GDP来看的时候来讲的话 其实服务业的总值 已经占掉了70% 六七十%是不为过了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谈的 就是说 从我们的制造产值来看 那你可以去理解得到 我们刚刚讲 工业的形态可以分成 Primary Industry 跟Secondary Industry Primary Industry跟Secondary Industry 当然就是一般所俗称的 大范围的一个制造 制造业的这个范围 Tertual Industry就是所谓的服务业 好那这些制造业跟服务业的话 真正在台湾上面来看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最明显看的 当然就是 是什么 就是股票了 那股票市场来讲的话 上市 当然有上市跟上贵之分 我这边列这个东西 只是想告诉各位 我们股票市场是把它分类成这二十九类 那我就不一一的去念了 那这二十九类来讲 每一类 当然每一家公司 各位都知道 都归类到其中的某一类里头 这二十九类里头 包含制造业、服务业 那这个 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工业的形态 那产值刚刚各位前一页 也可以看得出来 好这个是基本的认识 那大家假如各位有兴趣的话 马上接下来就快要去了解了 那每一类之下 到底有多少家公司呢 哦那就多了 好要认识每一家公司来讲的话 那我们就有必要 接下来来了解一下 所谓的产业链 每一个产业都有 这里头所谈的每一个产业 比如电子业啦 半导体业啦 里面所说的 它其实是一个产业链 是一个欠的形态 它不是一个单一存在的一个公司 那么这个链的形成 或者这个链的长相 是个什么样子呢 那我们就必须要来做一个认识 在认识之前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industry来分类 大概再做一个了解 那刚刚讲是一个形态 它的形式 那现在讲的是分类 分类的话可以分成 这个整个的工业来讲的话 整个的基础工业可以分成生产工业 还有一个专案型的工程业 还有服务业 那这里头生产工业又分成 连续型的制造业 跟所谓的离善型 那各位所熟知的所有的产品 百分之八九十都会是在离善型 非连续性的产品身上 包含这个饮料啦 包含你的手机啦 包含这个荧幕啦 你举完现在眼睛看到 所有的东西 都是一扇制造出来 好这个所谓连续型来讲的话 是指 特别指的是 这个连续型的大量生产 来讲的话是一个高度标准化 非间断性的产品 这个产品像石油化工 这个是这个产业 那当然这些产业在台湾来讲 也有相当大的历史 这我现在等一下会来解释 那这些产业当然大者恒大 大者恒大 那各位真的要创业的话来讲的话 现在不是在这上面了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大产业 各位要做的都是后面 现在谈的另外一种微型产业 好石油化工业是属于 连续型的制造业 那再来谈的就是离善型 离善型当然有别于连续 就叫非连续制造业 那因为名字叫 Discrete Item Manufacturing Industry 那这些产品的话就多了 汽车 机车 电脑 手机 Notebook 饮料 家电 或者你抬头一看的话 灯管 你眼睛一看 你现在手边剩下衣服 都是所谓Discrete 都是所谓的Discrete Item Manufacturing 好 那另外一种形式 可能很多同学不太熟悉的 叫做Project Industry Project来讲的话叫 我们台湾叫专案工程业 那中国大陆他们叫做什么项目管理 项目工程 因为名字就是所谓的Project 这个Project来讲就是一次工程 一次就做完 一次 好 所以公共工程来讲的话就相当多了 各位的高速公路的话 每一段每一段 像以前听到什么SPA标工程 那每一标工程来讲都是一段一段一段 那一段就只做一次 就一次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 它最大的差别跟前面很大的差别是 它所有的机具人员是集中在一起 一次做完就解散 人员必须要集中 就像部队一样打仗必须要把集中在一起 打完这次仗 那部队就解开来 那工厂不一样 工厂来讲就是所有的机具跟生产 都集合在一起 一直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工厂来讲基本上是定点的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它是一个定点式 当你把它设置完了之后 这工厂是不太好 很少会去把它消灭掉 但是专案工程就不是了 在定点做完之后的话 可能就离开了 那这种工程来讲 当然除了公共工程也 还有特别是飞机的制造 船的制造 都是在所谓的固定的地方 尤其是造船 各位可以发现 它在港边组装出来之后 船下水 那个厂就空出来了 服务业来讲就是各位 现在生活里头 百分之七八十所面临的 也是现在最有发展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来讲的话 当然基本上叫做不从事制造的产品的活动 但是提供有型的服务 有型的产品服务 以及无型的服务 有些是以产品的服务形式的 有些是根本连产品都没有 那这种服务来讲是很特别 但是这个服务我们今天不特别来花很多时间 先跟各位介绍 那各位假如有兴趣的话 那我另外一门课程叫做服务创新设计 那另外一门课程再来谈所谓的服务 来讲如何去创新这个设计 这门课比较重点的话是在这个 叫做离善式的制造业上面 离善式的制造业上面的总部的管理 我们是有我们来谈了 那当然服务业里头来讲的话 各位所熟知的 从最基本的餐饮业 旅游业 银行 甚至于物流 流通 医院 婚纱 那这个东西当然现在相当多了 那像最近最夯的 就是共享经济之下的一些服务业 特别是所谓Uber AirBnB 各位知道吧 Uber这是怎么样 是租车的 不用你不需要去买车 那直接叫车 那当然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特殊的 很特殊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形态 AirBnB的话就是怎么样 这个租房房子 那很多同学来讲自由行都很喜欢去 租这个AirBnB的这个房子 好那我想这些例子来讲的话 我们等到另外一门课再跟各位讲 那我们这门课特别是来focus在所谓的 所谓的离善式非灵性性的制造业上面 为了让各位对离善性的这个制造业 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这个深入了解的话 假如谈到手机电脑 好了 汽车的机车都太复杂了 那个复杂到这个上千万 上千种万种的这个零组件 太复杂了 我们就先来谈一下 谈一下各位来想一下这个饮料好了 这个饮料 那这个饮料来讲的话 各位当然现在很容易看得到这一罐东西 首先来讲的话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上YouTube 本来是要上YouTube 那我是在想我已经写在这个上面了 请各位回去去打YouTube一打进去 这些keyword一打进去 比如说假设我们来谈一下 这一罐叫茶茶的饮料 那这个茶的饮料来讲 我们先各位看着我就想一下 这个上面有多少种零组件组成的 来 想一下 想一下 来 哪位同学 有没有 我们讲一下 三种 好 没关系 哪几种 瓶子 然后盖子 瓶身 很好 盖子 然后呢 饮料 三种 还有第四种 第五种 包装纸 很好 这个包膜 包装纸 至少四种 对不对 那当然 那你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 可是别忘掉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现在看不到 这个东西做出来当你现在是拿了一罐 可是它会一罐一罐的在 一罐一罐在7-11卖是没有错 可是7-11进货的时候来讲 是一瓶一瓶的进货吗 它是一箱一箱的吧 所以从工厂出来之后来是谁 这个东西一定被怎么样 装成一个箱 所以外面一定要有另外一个组件 叫做什么 瓦刃子的箱子之类的 就包装 你必须要有 那有时候来讲是瓦刃子 那有一种是搜索膜 是膜 一个膜把它包起来 一打 OK 好 很好 那至少各位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瓶身 瓶盖 还有里头的主内容 主内容很重要 那里头当然有茶 那茶叶一定从茶 从哪里来 一定茶一定从 怎么样 种茶开始 所以我想请各位在回去的时候 做一下练习 你去看一下种茶采茶 是怎么种 怎么采了 这是一个可以看一下 洞领乌龙茶打进去的 洞领乌龙茶制造流程 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整个的流程 结合了化工 化学 机械 材料 这是跑不掉了 索性还好 各位不用担心 因为这些东西现在都变成了一个生产设备 变成了一个生产设备 刚刚讲 瀉素成金机是一个生产设备 买就可以买得进来了 那吹机器这个都有 问题就在于就是说 引游的生产设备 那里如何把它变成一条生产线 能够做出高品质 低成本 高效率的东西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所有这些东西各位都要知道 它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技术是个瓶颈 可是等到它商品化以后 很多人会做了以后量产之后 面临的问题就不是技术问题了 面临的问题就是 就是包含成本 交期 品质的竞争 各位听懂 所以为什么工业 或者为什么工业工程师 其实在追求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工业工程师追求的 不是百分之百的技术 工业工程师要善用 现有已存在的技术 然后如何把它组合成做出来 所谓的高品质 低成本 高效能的产品 能够交到消费者的手中 这个整个组合的过程 整个组合或整合的过程 就是工业工程 所以以这个为例 以这个为例 各位想想看 这个为例 瓶盖已经有机器可以做了 瓶身也有机器可以做了 这个都不用工业工程去散脑精 这些机械化工他们都会做 那问题是说我要做出一个这个产品 让消费者满意 接受价格又接透得起的东西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才是一个重点 好 所以这些东西 当然现在各位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已经是商品化 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在一次开始 比如说20年前当这个出来的时候 他马上着眼的问题就是说 消费者到底要不要绿茶 是要红茶还是绿茶 绿茶有好多种 什么茶 还有你们也听过 茶又有冷泡茶 那这些东西来讲 到底消费者要的是什么 那消费者要的话 当然他要买得起 品质又要能够接受 那我们的生产线怎么规划 这个整个供应链怎么规划 那这就叫伤脑筋了 这个就是工业工程 可以花挥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好 各位刚刚看到的 都是零零星星的技术 假设我把它组合起来 组合起来 好 要产生一个叫 饮料生产的供应链 这里有几件事情 你必须要把它 也就是说饮料整个生产来讲 整个供应链的话 大概分为 第一个从茶农开始 茶农开始的话 当然我要去找 我的茶叶来源在哪里 我不会说盖一个工厂 从此就去盖一个茶农场 不会 茶农场才是另外做 所以我要去找茶农 这个茶来讲的话 到底台湾哪里讲 哪个地区生产茶是最好的 那这个就是开始去找资源 再来茶园 茶找到以后 你必须茶怎么加工 才变成了可饮料 然后再来瓶盖 瓶盖的话 是不是我一定都要 我自己做瓶盖 还是有一些瓶盖厂 他就会帮我来生产就好了 好 那瓶材就是瓶生 那最后再来的话 那印刷包膜 刚刚各位同学提到这个 这个就叫印刷包膜 这印刷包膜 各位不要看这一张 好像这一张 这一做的时候 是像报纸一样 是一长段一直生产出来 不可能只做一张 刷一张 拿一张 刷一张 拿一张 那太慢了 是大量做 然后大量做 就开始裁剪 然后刚刚没有 各位看这个印刷 这个包膜 这个包膜来讲 还有这个化学 这个东西来讲 这个材料怎么黏上去的 怎么不会褪色的 这个都是技术 好 再来 最重要各位所知道的 就是所谓 饮料组装检测 最后是把瓶盖拉 这个东西把组合起来 变成一瓶 那最后包装 包装网友 你还要卖得出去啊 不然是放在工厂 变成库存 换卖不出去 赚不到钱 又死等于 又亏掉了 所以你必须透过适当的通路 通路在哪儿 要去找 你要透过全年呢 来卖呢 还透过7-11来卖呢 还是透过什么样的通路厂商 来卖呢 好 这一串的事情 都是要把它变成一个 引药生产供应链的时候 必须要去思考 好 那我们的目的 当然就是说很简单 那你能够汇出它们之间的供应生产关系 上游 中游 下游 串在一起的一个链 这个生产链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从原料的供应商 与其讲原料供应商 其实就是茶笼 当然这个茶笼来讲的话 当然来讲的话 对于所谓的这个品牌厂商来讲 那这个品牌厂商 当然他要去找 哪个地方的茶笼 茶的品牌 好 他要去搜寻 他要去寻找 那当然茶笼很多种啊 茶笼不是只有一家而已 他怎么去找到好的茶笼 好的品质的茶 茶进来之后来讲的话 要去加工 那加工来讲必须要有设备 必须要有设备 还有它的一定的流程 那我们做了当然是 大量生产的这个流程 完了之后来讲的话 才开始去组装 这个组装 组装之前来讲的话 当然我需要准备好 我需要去找得到 所谓的这个瓶盖 就是瓶盖 还有瓶生就瓶柴 包包某 那这也是两个技术啊 对 比如说这个品牌 对康师傅来讲来讲的话 那他不只是要找到好的茶的品质 他也要好的瓶盖 瓶柴 甚至于包柴 那包柴来讲的话 那个瓦来讲的话 那要设计啊 那这个瓦来讲的话 并不是各位那图案呢 然后当然要找得到 有公司来帮我去设计图案 甚至于把它印刷大量出来 而且这个大量过完 做完以后的话 那送到工厂来 那还有刚刚讲 纸箱瓦盖子 瓦盖子的纸箱来讲的话 那也是这个瓦盖子 长成这个样子 那所以各位再回去去思考一下 看一下影片 影片里头都会告诉你 光瓦盖子怎么做 就有一对的流程 光是包柴怎么做 也是一样的生产流程 那瓶盖也是一个生产流程 那我这边特别特别 当然把这个产品系列来看的话 这个系列产品来讲 当然这里括号就是他的公司 他的公司 OK 那这个公司来讲 当然各位看到的时候 最后组装是他 就好像比如说 各位常常看到最后组装 比如说汽车 荷台汽车 博瑞汽车 那最后的汽车组装 可是汽车来讲 里头那么多的原件组件 梧桐车里头 这么多的原件组件 怎么来 然后有人可能只是生产 专门做汽车的车灯 光车灯就是一个很大的技术 车灯就可以赚钱了 然后车的话还有什么 轮胎 各位不要想只是轮胎 轮胎 最重要里头那钢圈 那铝钢圈 那铝钢圈也是台湾做的啊 所以台湾来讲有很多地方 做的都蛮不错的 这一部分来讲 我也请各位就是说 学工业工程 既然你要学工业工程 你就要开始去了解 这一些industry的组成 industry的成分 那当然这个最后 能够展现出来的话就是 你会有兴趣的就是在 股票市场上面 因为他做得好 当然就是在股票市场上面 所以各位看一下就是说 从消费者来看 消费者最后看到是一瓶水 或者一瓶饮料 可是他不是哦 他是从原料开始采集 然后送到加工厂 加工 原料采集我们叫做 roal material extractor 或者refiners 这个专业的名词 请各位稍微联论起来 就是roal material 从自然界去提炼 萃取出来的一个原始材料 完了之后的话 这个成子材料来讲 是必须要被加工的 加工的 那这个加工来讲 当然就是说 为了适合人类可以吃也好 用也好 或者是某种功能性的用途 所以我们称为叫converter 把它转换 这也是一家工厂 这是一家工厂 这个出来以后 其实就是已经是个半成品 已经茶水 已经差不多混合好了 一定的比例跟成分 最后这个地方 他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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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进来 组装 组装 叫assembly 叫组装厂 那像组装厂 比如说各位所熟知的手机 最大的组装厂是谁 红海 那其实假如各位有兴趣看红海 当然红海来讲 它组装厂很多 它不只是组装 它连这些原件厂商它都有 它都有 这个叫 这个等于基本上就是原件 组件厂商 最后是做组装 组装 组装完了之后来讲成品出来 各位不要忘掉 成品出来你不会到工厂里头 去买成品它也不会卖给你的 它必须经过一个叫做通路 disputer disputer 再加上retailer 零售商 好 你透过了零售店 还有family mart 你们才会去买得到 你要的东西 这是消费者所接触的 同样的 复杂的汽车 复杂的手机也是一样 你是在通路商 就是这些通路商零售点去买得到 你不会去到工厂 你不会到鸿海去拿iPhone的 这样各位听懂这意思 那鸿海来讲的话 它前面来讲有一大堆的供应商 这样子组成的一个所谓的供应链 产业链 好 这个箭头 那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从茶隆进来以后 经过converter工厂把它加工 加工完了以后来讲的话 才会送到 所有的箭头牵涉到了什么东西呢 运送 请各位要记得 它必须要运输 运输其实就是个成本 从整个观念来讲 运输将来各位发觉 它是一个很大 在供应链上面的一个成本 不只是运输 它还牵涉到储存 你这个东西一进来就要储存 这个东西做完一进去 这里就要储存 储存 好 所以将来我们就会开始跟各位谈一个概念 这个是一个工厂 各位不要想就是 假设这是 your company 你的公司 你当然会进货 你会从所谓的supplyer supplyer s 你会从supplyer进来 这将来会谈 会慢慢谈这些 进来之后来讲的话 你当然会inventory 这叫room material 因为库存 库存就是钱 所有工业工程 最终的目标之一 就是在降低库存 你怎么样去管库存 当然这个里头就会有所谓流程 你的工厂里头来讲 会有所谓的process 这个process或称为manufacturing process 或者是assembly process 不管是制造 或者是组装 那当然出来后 你会有库存 又是库存 这个库存叫finished good finished good 这又是库存 中间会不会又有库存 又有库存 我们在存握了一张的时候 会再跟各位讲这个 你room material库存 你有存握库存 也有债制品 债制品的库存 这些库存都是钱 记得库存就是钱 因为你一定是资金压在上面 你东西买进来 那公司就要知道了 就是说你投了多少资金 不是只设备而已 还有人 人工作就要付钱 机器买进来就要付钱 材料怎么样 进来还没有做出成品 还没有出去之前 你都要付钱 那这些钱何来 这些钱当然你就必须要去 你就要去周转 你必须要投资 那这个钱假如赚不出去 意思是赚不到钱进来 那你就一直在怎么样 烧钱 所以整个industry工厂来讲很猛 最重要是说我最重要是所有的企业工厂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怎么样 讲白了不好一定赚钱吧 养大家嘛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谈不上什么高尚的这个 但是就是赚钱啦 赚钱可是你要投入人 设备材料 好那这里做出来之后 你当然会交给首位的我们叫做Customer 好我们先 那这个Customer他要 你也会交给Customer 当然这Customer基本上来讲会下订单 Order进来 会有订单 你才会交货给他 那另一手 交货给他以后他才会付钱 好各位这Customer不是你我Customer 先沉浸一下 比如说我们先来沉浸一下 好各位想茶叶工厂 你经营这家茶叶你从采茶商拿进来 你把它加工变成茶水 可能是一桶一桶的茶水 或者是说这是葡萄 葡萄完了以后加工了又变成葡萄水葡萄酒 一桶一桶葡萄酒 可是葡萄酒的话必须要在瓶装 装成所以一桶一桶这是一桶一桶 那这个是葡萄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瓶子进来 装成怎么样 一桶一桶的葡萄 好那你经营这个事情 那你这个是你的供应商 这个就是你的什么客户 这个酒庄就是你的客户去扒作 对不对 那做完一平米以后 你才会经过通路上再去卖 所以换句话讲 各位知道这个后面所谓的consumer 还在很后头 消费者 消费者也是个客户 请各位开始认识一个概念 消费者是你最终的 我们所有东西都在这个地方 可是这个整个过程 这个整个过程来讲 并不是你想象那么单纯 因为做出来以后的话 它必须通过一个所谓的通路 distribution来完成 这一部分也许可以称为就是 简单来讲这是一个production 可是没有distribution 东西是不会在你手中的 那我们只是produce出来 交给下一阶客户 这是他下一阶客户 他做出来下一阶客户 那他组装完了之后东西 下一阶客户是给的 是给这一些通路厂商 通路厂商再给你 所以基本上整个一个链的形成 这是一个接力赛 每一层都有它的价值 记得它赚什么 这个东西它赚 从这个进来input 产生它的价值以后 产生output 它赚那个价值 这个东西一样进不进来 通过它进来 这个也是input进来 价值 好那各位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那这个价值同样的道理 这个价值可以再出去 叫通路商物流商 然后再交到所谓交位置的手中 同样的各位要知道 它的价值一样 它只做瓶盖 它有input 我只是没有画出来而已 它塑胶力 塑胶力它要买进来 然后经过色素成型 才变成瓶盖瓶身 再交给它 所以它本身也有它的一个价值 这上面没有再画了 再画出去了 这上面再画出去了 所以每一个画的话 元素都就是这个样子 每一家公司就是input output 然后这个就是你的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就是你的价值 价值里头包含不是只有技术 技术当然很重要 但是你必须投入什么 投入什么 我们从工业工程讲了三个字 free ammo 来告诉我三个东西 哪个 ammo 必须投入三个东西 要不要能 要呢 很多同学马上有提 我听到同学 这free ammo的话 不只是投入 所有的求持要钱 钱什么都需要 我们现在不是谈钱 钱来做什么 你要找人 你要找material 你必须要有设备 这是所有的基本工业工程来讲的话 很多老师说不定一进来的时候 你们在管什么 管3M man machine material man machine material 人 其实机器好管 人最不好管 人 你怎么样把相同的人 不同的人聚在一起 要求他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当然需要一些教育训练 好各位不要想看这些东西 这个这个就为什么就是说 常常各位会看到说红海红海 他怎么利用工业工程 在导入他的这个工厂呢 那因为你当然来讲的话 我们人当然很简单 花更多的钱 当然可以找更好的人 或者是他会更听话 好 可是牵涉到背后就是你的成本 付得起嘛 好 material是一样 你可以买更好的材料 机器来讲也可以买 花更多的钱买更好的设备 高级的设备 电质重化设备 可是钱就现在cost 所以背后的话 这个东西虽然会跟cost成反比 那我们就开始去balance 这个就是资源 这是resource 这个可以看出来就是 你的resource resource跟你的钱 你的资源跟你的钱之间 怎么balance 然后最终的最后来讲说 那我有多少订单 订单就是钱 因为你有订单 你才有办法收得到钱 没有订单 也就是没有 订单就代表市场要 那你怎么样去平衡 你的订单跟你的资源 中间来讲 使得你的成本最低 赚得到最大利的 就是经营一个company里头 一个最大的头痛的事情 这是现在所有的产业 都会这样 这个只是这一家而已 好 刚刚讲 把它放这一家 这一家 一家 一家 每一家 都会有所谓input output transformation 好 待会我们会谈 production system 就在谈这个东西 再把它摊开来 再放大来看 我们先看这个欠 这是这个欠 这个产品只是为了一个 最终你看到的一个茶水 茶 饮料茶而已 但是它需要这么多的营组件 来最后组装 透过通路 所以这几个 其中有几个资源请各位记起来 课本上有写 roll material extractor 这是一个产业 这是一个功能 converter是一个功能 fabricator 当然是制造 asemble 最后透过disputable retail 有至少一个chain里头 我们任何一个产品的chain 可以分成四类的industry 四类的产业在这上面 那每一个产业来讲 都会去做它的事情 以这个为例来讲 每一个阶段都在做它的价值 end value 都在做它的价值 那刚刚讲茶龙input什么 output什么 然后它做了什么价值 那加工厂来讲input 就是它的output 这边是input 然后这个时候它价值 这个价值其实有技术 基本上技术 把它变成物理性质 改变到物理性质 化学性质 这技术的价值 除了技术以外 当然我们以后慢慢 还会再跟各位谈 除了技术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创新的价值 这就是现在一直在讲创新创新 一直在想 过去的创新来讲 基本上都是谈很单纯的 技术的创新 technology 技术 现在来讲的话 已经不是技术了 我们会谈很多服务的创新 那这以后我们再来谈 所以这里头就每一个例子 这个制造商它的价值配下 那价值其实本来讲就是它透过一团的生产流程 所以待会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了解 那每一个生产系统 它的生产流程如何被设计 如何去产生它的价值出来 这就是生产系统 等一下要谈 这个例子请各位做参考 那我会给各位 那我接下来 当然下礼拜会给各位一个作业 那各位去做一个作业 就类似做这样子 那你就会很容易就清楚了 那刚刚讲了半天 summary起来 就是说那整个production 就是整个生产供应 从供应链来看 来讲大概可以分成四大类 四类的前后关系 一个来讲的话就是basic producer 就是roll material extractor 第二个是converter 第三个fabricator,disputer 那请各位注意就是说 natural resources 通过basic比如茶,采茶,种茶 那出来之后来讲的话 当然会有茶精 那经过来讲converter变成茶水 那这个茶水其实还可以在卖的 并不是说直接进去制造 它可以其他 所以有很多东西的output 其实有半成品是可以卖的 所以每一个过程里头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半成品出来 会去转卖的 会去转卖的 各位听懂这个意思 好 所以各位先认识一下 basic producer converter fabricator assembler 最后配合过一个通路 来交换你所谓的consumer 我们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请各位稍微要留意一下 customer这个字眼很混淆 customer这个字眼的话是涵盖消费者 也涵盖制造厂商 我刚刚举个例来讲 这个东西的customer就是它 它可能它也就是制造商 所以我们称之叫b2b 各位都知道这叫b2c 消费者是b2c 可是很多企业都是b2b的 那b2b的企业 各位在你的生活世界里头 你到你长大这么大的话 你很少看得到b2b的世界 你们现在所有的手机 你们电子商务都是b2c的世界 所以你是消费者要求 透过电子商务 怎么样去替你做事情 你们很熟悉 但是这就是b2b的世界 这个b2b构成了一个所谓的供应链 我们把这个概念再讲更深入一点 Basic Producers从自然界 这是从自然界提炼出来 所以从自然界提炼出来 将提炼成原料 当然这是学材料的同学才懂 他们材料实验室里头一辈子在搞 很多人一辈子在搞这些东西 将怎么样 比如说将二氧化细矿提炼成高纯度的多晶细 请各位到YouTube里头去谈一下 所谓的Polysilicon Production Process 多晶细材料生产过程 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概念 这个时候当然是透过 自然界萃取的时候 透过物理物料的化学性质的改变 比如说铁矿提炼成所谓铁钉 炼钢过程之中最原始的材料 就是铁矿把它变成铁钉 这类工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很重要的特色 是大量的资金投入 在高度专门化 自动化的物料设备上面 处理设备 这是一个非常高度自动化 各位假如有进去去看的话 它必须要设备 也需要技术 也需要技术 而且这些技术来讲 有时候一投资进去的话 好几百万 好几 不止百万 就是好几亿 那不见得会回收 那要看这个做出来后面的下游产品 是不是能够卖得出去 好 所以生产工业可以从自然资源 到成品的过程 来加以分裂 形成一个 连接式的产业链的结构 是一个从天然资源提炼 好 这个是所谓的自然界提炼出来 那包含各位的IC 其实也是 也是从自然界里头提炼出来 好 好 到了这个阶段的converter 把它转换成 各位想像科 IC 通常你们看到都只是矽晶棒 这个晶棒切成 这个是掌晶 长出来长成这个样子 这个掌晶的过程 当然是原物料去把它提炼出来 然后经过所谓转化 把它抛光 切割抛光之后 变成了这个中间产物 其实这个就是各位的IC IC 这个IC这个原料就是台积电的上游 台积电要这个东西 好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就是将转化为将原物料提炼成产制物 制成多样化的工业材料 或一些可再利用的半层组 那比如说纺织叶的砂 那刚刚我讲的这个东西来讲 就是细晶 中间物就是将 细晶元将多晶细融解 再加入细晶元 变成所谓细晶元片 那这个东西才进去到台积电 台积电还在后面 所以前面来讲 各位都忘掉了 很多人忘掉之后 这个东西怎么来了 这个东西来讲 这个有它的化学物理的特性 好 所以这个时候来到了这个Fabricator Fabricator我特别把半导体跟各位讲 各位最后看到的是 这个东西IC 一颗一颗IC 这一颗IC你还不见得看得到 因为你所有手机里头都有这个东西 但是它必须经过台积电的 Wave of FAB晶元制造 台积电的Wave of Salt晶元侦测 还要经过晶元的包装 组装 最后晶元的这个IC的测试 这是四个不同 四个台积电连电都在这个地方 那矽品什么日月光就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都是矽品日月光 最近热门的消息 OK都在这个地方 这每一个企业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 制造业就是将转换业中的半成品 刚刚讲的矽精棒 前面来讲的话就是一片一片的矽精 把它加工制成设计中在半成品之上 好 组装业将前述一件一件 这个组装业就跟刚刚这个水也一样 这个水也一样 瓶盖是半成品 瓶盖是半成品 经过组装业 最后把它组装出来的最后的东西 组装最后的东西 好那这也是组装出来 这个是IC也是组装出来的这个成品 可是这个成品的话 也可以当作最终成品 但是也可以成为半成品 因为它半成品还要再经过 假如手机的话 那你还有手机一大堆零件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零件而已 那手机还有机壳 还有萤幕 还有一大堆的电子材料 组合 那所以手机是最复杂的 所以我先不用最复杂的东西 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水来看 来看 所以就经过这个叫做Fabricator 好那刚刚讲的乌龙茶饮怪 就是说这边组装出来了 那组装完了之后来讲 最后经过这个是成品 消费性成品产品就出来了 可是产品的话消费者还有一段距离 这段距离来讲的话就是流通 将产品或劳务从生产者 移转到使用者的过程 它也是一个转换过程 只是这个转换过程 不再破坏它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它只是移动而已 它只是物流的移动跟储存 那物流的移动就是所谓的通路 这个通路 所以增加商品劳务的效用 跟增加消费者购买该商品的价值 透过通路的广告 你会去知道它的存在 这个就是它另外一种创新的价值 创新的价值 所以这个时候增加商品或劳务的效用 增加消费者购买 所以基本流通就不只是交易 输送跟保管 刚刚讲运输保管 这个是在商品流通里头蛮重要 这里头都会产生成本 所以现在整个供应链管理 就是一直在想降低怎么样 降低这两个这个成本 运输成本 仓促成本能不能降低 因为降低的话 那你售价就可以再降低 否则的话 因为售价里头的话 有很大的部分不是制造成本 是运输成本 是保管成本 仓促成本 这样各位听懂这个意思 那这个整个事就 供应链管理管什么 其实将来会教你们 再管这些库存成本 运输成本 好 这是流通的通路 那再讲一次特别不一样的是 这个时候通路的时候 东西的产品已经是做好了 交到手中 其实产品性能是一样 性能是一样 不改变它的物理性质跟化学性质 可是前面这个东西的话 它每一个过程都会改变它的物理性质 跟化学性质 那就叫技术 你的化学技术物理系数 全部都在放在那上面 所以各位现在想象之中的 就是说不要想就是说 学物理化学学工程材料机械 没有用 不是没有用 它们大有用途 那工业工程在干什么 工业工程就是把这些技术 整合起来最终我们来创造 最终产品消费者的利益 这个利益当然叫做价值 创新它不只是产品的价值 还有创新它的服务价值 服务价值 那这个价值就每一层每一层都在转换 怎么去做 那这就是大学问的地方 整个重点来讲 每一款商品的生产工业 production industry 基本上是由一家以上的企业 制造商所组成的产业供应链 而每一家企业制造商 各自扮演生产系统 生产系统就是下一节要讲的 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生产系统 但是它是一个产业链 是一个产业链 它们彼此间构成 从自然界资源 自然界萃取原物料提炼 然后转化为半成品 然后再经过制造与组装成所谓的 你们认知的成品 但是这成品并不是直接就交到你手中 它还有一段路要走了 这段路的话就要透过所谓通路 销售传递到消费者手中 所以你们其实有另外一门课来讲 包含物流管理 其实也包含通路管理 就在谈这一件事情 通路管理 乃至于交到消费者手中 必须靠行销 所以又有行销管理 所以通路管理 物流管理 行销管理 反而不是目前我这门课的重点 我这门课的重点 会放在生产系统上面 生产系统再更深入的跟各位介绍 下一节会跟各位再介绍 所以产品的供应链 分有上、中、下游的企业分工组成了 整个所以你只要想得出来 水也好 还有这个TFT的银幕 这个都是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来讲里头 打开之后的话 就是一串的上游、中游、下游 的供应链所组成 所以各位要理论知 所以你们现在所拿到的东西 你们都觉得很 打从你一出声 你就很容易拿得到 可是别忘了 这个背后是经过多少人的辛苦 还有多少技术的组合 多少公司去把它做出来 好 最后一张图 就是各位最熟知了 iPhone 那你拆开来 拆开来看 这里头就有多少东西是你 好 随便来讲 最后组装叫做广达、合寿或红海 但是品牌是谁 品牌是Apple 所以广达、合寿、红海 叫做代工厂 听听懂 代工 做组装的最后的代工组装